3月20号,中国媒体报道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死于广东韶关市新丰县练习脱养中心的这一个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据新京报报道,该脱养中心是东莞市临时安置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站 但是却成了被救助人员的死亡高发地 舆论认为雷文峰之死,他揭开了这个练习脱养中心和中国各种形式的救助站贪污腐败 草菅人命的冰山一角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 滕先生,你好,滕彪律师 你好,大家 2003年我们知道孙志刚在收容所惨死 您和许志勇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最后也确实推动了这个制度的废除 那么现在中国各地的收容所后来就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救助站 脱养中心等等 那么从孙志刚到现在的这个雷文峰 相隔13年发生了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案件 那滕律师,您跟我们首先谈谈您对这个事件的感受好吗 好,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虽然废除了 但是中国还是存在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非司法积压场所 包括一些非法的积压场所 包括两年前被废除的牢教 还有现在仍然存在的很多其他的 包括这个收容教育 包括双规 包括法治教育中心 各种洗脑班 那这个救助管理站 当时收容遣送站变成了这个社会救助站 或者救助管理站 那它应该是一种自愿去救助的这样一个场所 不应该是强行的 但是实际上里边问题有很多 很多也是强行送进去 那这个练习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还是比较震惊 这个死亡的比例 死亡的数字 还是相当的震惊 好的,那么《新京报》在报道中说 记者从当地编译馆得到的数据显示 您刚才提到了 死亡数据相当大 那么我引述一些数据 仅今年1月1号到2月18号 49天内 由练习脱氧中心送来的这个死亡人 死者就高达20人 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线拉长 那么这个脱氧中心成立6年来 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近百 这么多非正常死亡的人命 为什么长期被忽略 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官员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滕先生 中国它整个的体制 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 基本自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像缺少最基本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而且腐败和权力滥用是非常的普遍 这样的话像这些处在社会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渠道去得到关注 一般都要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被媒体报道出来 那相应的官员根据新京报 还有其他的一些媒体的这些报道来看 基本上可以肯定涉及到这个玩忽职守 涉及到这个官商勾结 腐败的问题 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和行政责任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腾先生您曾经乔装进入北京某救助中心 卧底了三天调查救助中心的这个内幕 那么这一次练习脱养中心的事件呢 也暴露出政商结合 政商勾结贪污腐败的这样一个丑闻 那为什么中国屡次爆发这种这个人道惨剧呢 腾先生 对当时收容潜伤制度废除之后 我也参加了一个项目 就是要调查这个社会救助管理站 我就谎称是钱包丢了 然后就到了这个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救助站 在那里边待了三天 那除了站长别人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在那仅仅待三天 我就发现里边的问题很大 第一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上访者 或者是精神有一点问题的人 被强行的带到那里边去关押 并不是自愿的 几乎没有 极少极少有自愿去到里边进行获得救助 第二就是我还亲眼看到 一个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殴打 一个精神上有一点问题的人 就在半夜在水房里 所以像这种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救助站 一个脱养中心 或者某一些这些官员的问题 它是整个体制性的问题 那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腐败 就是官商勾结 这个脱养中心据说每年获利200多万 那在全国范围内 这种腐败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可以想象到全国在脱养中心 在救助站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人 是相当相当的多 另外就是权力没有约束 这些违法犯罪的官员 很少能够得到法律的处罚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体制性的原因 造成雷文阳这样的 雷文峰这种的冤案 这种惨剧不断的发生 好的 我们感谢滕彪先生 在波士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